今天的追蹤31十分之特別 因為請來了文化長河江山行的主持人 Macy馬曉晴 她也是香港花樣滑冰的選手 來到我們追蹤31 Macy你好 Hello 想問一下 其實這次主持了文化長河江山行 就要在中國不同的地方遊走 其實感覺是怎樣的 和你出去比賽有什麼不同 每次去比賽都帶著一個很緊張的心情去 因為希望為香港得到好的成績 但這次就不同 因為我真的有這個時間 可以去看看我周圍 去尋找文化 那有沒有去到哪些地方 有 我們三個星期的拍攝期間 其實一開始在寧夏 然後去了蘭州 然後山東 山西 最後一個星期就在高原城市的青海度過 那你記得有什麼最難忘的經歷 有 我去採訪一個文化傳承人的時候 我們去家裡的途中 其實是山路 我們拍攝期間都撞了很多天下雨 那天其實都是落得特別大 去到山頂的時候 突然間車子就一直移動不了 因為其實泥土就吃住了那輛車輪 當地的村民和我的攝影團隊 就想盡了方法 用鏟 鏟走泥土 找一些磚 石頭 石板 就打算鋪一條路 那整個程都是在雨中度過的 我就覺得那一刻 這麼辛苦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可以保持得這麼淡定 就覺得大家的職業精神 令我很佩服和很感動 那後期錄音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部分是有防衛片尾的 那我就看回那一刻就覺得很難忘了 那所以如果你想留意多些中國文化的話 記得留意文化唱河 江山幸